这栋楼 典型的德式建筑 四栋房子完全一样 是奥地利设计家 罗尔夫盖林设计的 我跟大家说 五大道上英国工部局有要求 不能盖同样的建筑 这四栋建筑完全一样 四栋建筑完全一样 那怎么办呢 当时设计的事 奥地利设计家罗尔夫盖林设计完了 就不允许盖 他采取了一个办法 四周围都是高墙 筑起了高墙 然后里边变成一个院 里边盖成了四栋 这样呢英国工部局就没说的了 这四个是谁的建筑呢 是李勉之 李进之 李慎之 李允之 兄妹四个人 一人一动 他 我跟大家说 过去咱们用的电话 首摇式的 改成波箭式的电话 就是 李勉之 成了一个中天建机厂 由他推出了这个叫嘛 恩键式的电话 所以现在咱们有手机了 但是有的时候你还得恩键呢 这就是他发明的 当时呢 他学业家有钱了以后 他一直做着 做着扶贫 做着义务的工作 妹妹叫李慎之 是和平区的政协的名誉主席 他一生当中有一个愿望 要和谁呀 像学习宋庆龄 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晚年完成了自己的愿望 当时一解放的时候 抗美援朝的时候 因为幼儿园很少 他把属于他这栋房子拿出来 作为幼儿园 也支援了抗美援朝 最后他临死的时候 写封一书 把属于他的这栋房子 献给了和平区政协 和平区政协 为了支持狗不理 所以上市嘛 后来就变成了 狗不理贵宾楼 那三栋房子 由房信集团收购了 这就是